陪伴巴生谷市民度过不少欢乐时光的 珍珠白沙罗E-Curve商场 营业长达14年之后 昨天晚上在民众、员工和租户们 一一不舍告别下正式西登结业 不过这并非是E-Curve的终点站 拥有这家商场的莫什德产业公司透露 有意透过品牌重塑和改造 让它未来能够像浴火凤凰般重生 E-Curve的终点仍在传统中 我还想说明了 网站的终点和租属的终点 E-Curve的终点仍在这里 仍在在我们的终点 包括租属的终点 由于我们的终点和租属的终点 我们的终点和租属的终点 我们的终点和租属的终点 现在我们的终点 卡马鲁丁在主持西灯仪式后告诉媒体 目前重新发展ECOV的计划还在进行当中 希望今年内可以定案 至于重塑的方向 他透露将会朝着高科技与提升在地生活素质这两方面前进 同时也不忘维护生态环境 卡马鲁丁还为不舍得旧商场的民众捎来好消息 将有部分租户会迁往The Cove继续营业 另一些租户则会在新商场落成之后回归 此外尽管ECOV已经结业 不过为了照顾公众便利 各种设施例如捷运站 遮雨棚 还有冷气以及保安服务等等都会如常运作